我下去吧 27秒的表演时间里 20多件道具轮番出场 三米抬步后 演员们的配合必须默契十足 分毫不差 除了妈妈和四舅已经退休 时间相对充裕 雪月的爱人作为会计 随时有公司的业务需要处理 两个大学生和上六年级的小瑶 几天后还要参加期末考试 八个人格外珍惜难得的排练时间 咱俩其实上去就行 来 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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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没骑上 自行车没骑上 等会儿先在那里 走啊 靠边 我到我三宫了 心里的一天一尺 这天一有天快 因为装迷了 明白了 行吧 音乐明白了 啊 这边跑很多 其实问题是 先就唯一的问题就是 井啊 上的慢 就是虚一下没事 就一直感觉是虚的 最后看啊 好不容易开始的拍 先吃 吃井 我们卖井的事 刚才那个自行车没骑上 别的我觉得就没事 现在陈雪月在学校创办的皮影工艺课堂 许多参与学习的孩子 已经可以和老师一起表演了 这让陈雪月很欣慰 参加皮影还擦班了 一看他们就来就给俩名额 然后后来他妈妈就是找到别的学生家长了 然后给我发信息 告诉我们就喜欢传统文化 我们就想让孩子去 我说想让孩子去挺苦啊 你自己想好 想好了 然后就给送来了 后来唯独就他出去了 然后我就合计 就是把这些孩子们 这个奉天平 就别让他掉地鞋 别让他没了就行 我说不管谁啊 把他红杨光大了都可以 只要没掉在地上 我们还可以玩就行了 这些年为传承皮影 雪月和家人经历了不少难处 09年年底 我从北京往回来 当时确实挺难的 就是跟师傅家啥都没拿走 这几年就白干了 就是十年的时间就对于白干 任何一件影音都没拿回来 我们玩QQ嘛 我QQ老老是打钱 其实都他打钱 我不管这个打钱 我就花呗 反正我跟那边挺难的 我就花呗 其实我们也闹过矛盾 闹过分歧 你想想看 这几年七年的时间 结婚七年 赔了个 说不好听 七十平的房子赔没了 能没有心里 能没有怨恨吗 不可能 然后我就也吵过架 也打过 但是后来 还是被我扭过来了 就是 要么你爱我 你就爱他 你要么你就别爱 就只能这样的选择 他也没得选择 然后现在呢 就是 他出去上班 然后维持我这边 做公益的事 谢谢大家